十年八 六卡二 便宣运教 哦哦哦哦 糕竟然啊 你這超級了什麼爸爸的 我的運動比面更大呢 你不知道啦 這是最新的啦 可以拔起來變得很小 天氣就變得這麼大隻喔 喔 這樣應該煎鬼喔 嘿 這肋膝他送外生的禮物啦 什麼啊 肋膝他在哪裡 你把牠牽出來 好啊 好 我去牽牠喔 來囉喔 喔 十兩倍啊 啊 有什麼鬼祖啊 哇 我跟妳說 妳也比較差不多耶 這樣送手機給小孩啊 嗯 妳也比較差不多耶 什麼年代啊 不然跟說要送紅仔票呢 哼哼哼哼 妳不知道這樣會害到小孩啊 哎唷 妳這個頭鞋這樣 叮咕咕 妳都不知道這手機有多好用 來 我拔給妳看 啊 六甲鞋啦 六甲鞋啦 妳拔我玩啦 哎唷 沒用啦 妳手機拿去自己玩啦 嗯 六甲鞋啦 這個功課我不會教 我不會教啦 啊 手機拿去啦 啊 自己去問路茶啦 啊 六甲鞋啦 我就沒了耶 啊 手機拿去啦 自己去玩啦 啊 我拔到藥 啊 手機拿去 要要吃什麼 cousie 花齒米勒 哎呦 哭而已 哦 你都不怕你蜜蜜會壞掉啦 所以電視越大越好 像我家就是八十寸的 啊 你沒看到我送的手機 多大機哦 哦 問題這麼嚴重 你根本就不了解 你自己的問題嚴重像 你也不了解 我不要跟你說了啦 偷這一塊的時間 讓網友這個賴蝸肉 嗯 我都會跟三支半米這個東西 沒人敢插蜜啦 吹 嘿 實在是隊伍這個大金 哎呦 還要訓練我 人生一場戲 環境太冷 人生極重 好厲害啊 你知道嗎 機器人多厲害你知道嗎 機器人幫你拍小孩 啊啊啊啊啊啊啊 機器人幫你掃肚子 哦 所有北部現在做的事情 將來機器人都可以做 煮飯 洗衣服將來 輪中機器人你知道嗎 機器人多厲害耶 所以將來這個世代 是輪中變機器 所以 北部越來越輕鬆 啊 其實現在北部已經很輕鬆 Commander 他在捧腿 小孩那可以 Мар 師父 我現在世界各地這個流行 我又覺得 現在繼續青青 你知道嗎 以前的機器人 會像這樣 前來前走期 前來前來前去 大小聲嘛嘛嘛 page 現在都沒有了 這邊小孩最準外觀的 好安靜 最高品質正俏俏 那些基調 每個小孩都坐在那裡 都沒有說話 都在那裡看手機 有時候你會覺得 這機身也是可以當作一個機器人 就坐在那裡 一台一台機器 都是機器人的滑手機 我們人類真的到一個 以前中來不曾有一個時代 你說進步 是,是進步 你說危險 也危險 所以我們這次跟大家討論 拜託 北部你不是機器人的 我們不能用機器人的方式 在教養我們的小孩 北部跟小孩說話 不是用手機跟他說 你要回他的面 面對面 跟他來說話 為什麼現在很多小孩 沒有衣服可以跟人打招 就是他的北部 因為這些北部 都沒有在那裡 早上就出門 一早就沒人都出門 背到古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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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在家裡要怎樣 玩電動 孩子在家裡的主事 背這個孩子的大小孩 是叫做iPad 是叫做電腦 是叫做這些3C產品 都這些電腦科技的產品 來背叛這些孩子 電視 電腦 還有電動 算電動 都在算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孩子 他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說話 他不能看人家的面飾 他像這樣看的 都總是機器 都總是電腦 他很少跟人家做話 所以現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的孩子 沒有跟沒有衣服說話 北部說 沒有衣服別跟他說話 只有跟有衣服說話 現在的孩子都聽到兵 現在的孩子 沒有跟有衣服說話 只有跟沒有衣服說話 他的朋友 都在網路 我朋友很多很多 沒有一個北京過敏 現在 阿伯阿赤 叫阿伯 叫阿赤 他不是沒有禮貌 他是沒有習慣 很多人說話 因為朋友是連假 他的爸爸媽媽說話 就很少你知道嗎 爸爸媽媽回來了 好像只死人 回來了 說又寫了沒 啊 作業哪給我看 房間收拾一下 北部回來了 像像機器人 在檢查這行有做嗎 這行有做嗎 北部回來了之後 都在說事情 所以我們以前說 你如果感情不好 要說心情 不要說思情 北部就是這樣無形 這個孩子的主持人 他會覺得說 他比較實際 是這些 現代化的科技的產品 所以媽媽想起 他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很少跟媽媽做會 我們過去的孩子 媽媽想起 沒關係 媽媽想起 過時就好了嘛 我們就慣勢 我們對著人的精神 對著一個人的感情 我們比較知道 要怎麼面對 現在孩子不是 現在孩子都面對這些科技的東西 會提到說 他們將來 如果在面對一個真人 他才不會說話 所以這樣將來 要怎麼做 他沒辦法 他不是壞人 這個孩子很好 很善良 但是 他沒有習慣跟其他人說話 所以結婚之後 他們的夫妻兩個人 站在那裡 不可以說話 兩個人面對面 要手機拿出來 跟手機說話 這就是我們 現代人所面對 很大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要來 鼓勵所有的北部 請你為到你孩子很幸福 請你現在要控制你的孩子 接觸那些東西 人家如果先接觸真的 再接觸假 比較不會亂去 他如果先接觸假 再接觸真的 保證亂去 他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嗎 因為他的頭腦 自小人 他已經是真的 這就是真的 其實是假的 那些灰 架子 那些都在電腦看了 將來的電腦 將來的空氣 用這個鞋子 將來的一隻架子 你把它刺下去 它還會背 是沒有一隻架子背出來 但是電腦鞋子 會做3D 4D 會讓你感覺 好像一隻架子背出來的感覺 所以他看的架子 不是一隻架子 它是會噴噴的架子 身體 他看著火 那種人看到的火 那火會開火 讓你的眼睛看的時候 會覺得那個火在開的感覺 身體還會轉香水 那個火的香味 還會跑出來 這就是將來的時代 當這個小孩 他看的火 蝶子 鞋子 鞋子 一切一切 都總是從電腦看到 等到他 真的出在外面 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會亂去 他會覺得 這都是假的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真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緊是 先讓小孩 先接觸真的 這個真的在裡面 他知道什麼叫做真的 才去玩 接觸 假 OK 今天看這集 所有人在有正確的觀念 人的好東西 要先讓他 去了解真的 看到真的 去望到真的 小孩 他才有辦法去接觸 假的東西 他比較不會亂去 比較不會錯亂 所以 北部 是去的人 沒辦法代替 希望所有的朋友 我們用心 讓我們的孩子 感到說 跟北部做會 就是一生 一種來的人生 都會去的人 就在小孩的時候 北部是真的 後一集 繼續收看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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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工作 幾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